经济部长王美花的秘书被验出确诊的消息 因此王美花部长还有经济部次长曾文生 两个人都必须居家隔离14天 王部长也成为内阁中第一个被隔离的首长 对此他透过电话受访时表示 自己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拆检结果也是阴性 但是外界人关注 他的先生刚好就是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是否顾立雄也要被隔离呢 对此府方表示 顾立雄并不是确诊者的接触者 因此没有被匡列 再加上王部长最近与总统行政院长开会时 都有全程戴好口罩 开会的场所也都有隔板 因此并没有对总统或是院长造成影响 我们都是硬性 那身体状况 没有没有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电话那头经济部长王美花 各控向外界报平安 说他的身体状况一切OK 因为他的秘书日前发烧前往筛检 结果被验出PCR阳性 身为密切接触者 经济部长王美花 次长曾文生都被匡列 要居家隔离14天 成为内阁成员中被隔离的首例 不过外界关注 王美花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是夫妻关系是否互相影响 周通夫解释 顾立雄并没有直接接触确诊者 不需匡列 而且他早在4月就施打疫苗 目前国安会运作一切正常 只要是商业服务业 就由经济部来负责相关的补贴 本周四政院记者会上 王美花部长亲自上台 说明纾困方案 这段期间也速度出席行政院会 对此政院回应 会议期间 苏院长跟部长全程戴口罩立隔板 至于近来 为了讨论纾困内容 王美花跟总统蔡英文 也有几次面对面开会 居家隔离中的王美花部长 已规定17号才能恢复外出 期间还是透过视讯 盲工物不让纾困作业 为此受到影响 记者 林小姐哄为财烧饼稍微上台 报道